两层式清单,在云端上面都有,请各位自己再找一下 这边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刚刚讲的其实是在两层式清单解答里面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影片,上个礼拜其实应该都有 影片的部分这边其实都有讲到 OK,所以在第7、第8、第9这几个影片里面都有 那回去的话请各位下课之后务必回去再花一点时间复习一下 因为说在这种课程很容易就会想要偷懒 我发现很多同学,如果没有特别要求你去做作业的话 说真的要致视率很高,恐怕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而且其实在上面观看字数其实我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的同学回去就没有特别去复习 那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把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表单设计部分 再看一下,所以请各位看一下刚刚的部分 那我把表单设计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的第4页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如果要做出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如果要做出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当然最后的话大小,你自己可以决定它要多大多小 那基本上的话,它显示出来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呢,上面名称,这个叫caption caption的话呢,给它名称叫2×4清单 那底下的话放两个下拉清单,这个叫combo box 放两个,ok 那当我选了其中一个之后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个选到的这个资料 自动跟哪边同步呢? 选完之后,我如果希望 跟G2储存格同步 也就是选完的资料呢 它就自动帮我跳到这边来 ok,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表单的好处就是说 基本上,它大大的可以提高 就是说呢,你的那个 使用的弹性 而且很多地方,你如果要客制化的话 都可以从表单里面增加一些功能 而不会说受限于,你一定要在Excel里面 这个储存格,或者某一个链,某一个蓝 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当然,其实基本上就会受限 那当然,如果你要做表单的话 那该怎么做? 因为前面可能大部分同学 都完全没有用过表单 所以呢,接下来 我会比较渐进的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怎么做这个一个表单 首先的话呢,步骤 一步一步来看 那首先当然,第一个一定要先打开Visual Basic 所以开发人员里面Visual Basic点开来 ok,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 理论上这边应该是 你们打开来啦,可能是这边什么都没有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要怎么样制定一个表单 那因为这边我已经有做了一个User Phone 1 那所以我就不重复好了 我叫User Phone 2 ok,或者另外再增加一个表单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步骤的话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一样 直接在专案总管 这个上方按右键 或者任何地方按右键都可以 插入之前是如果要写VBA程式的话 那我们当然点插入模组 不过呢,如果你今天要做表单的话 你记得 其实它跟模组很像 位置呢,就刚好在上面 所以你就点自定表单 ok,那理论上 它第一个表单 它预设名称叫User Phone 1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做过 所以呢,我这边的话 已经有User Phone 1 那没关系啦 反正你们待会应该是User Phone 1 那因为我再做一个 所以呢,我如果再按一下插入 制定表单的话 那理论上它会出现什么 应该是User Phone 2 我看一下 插入 制定表单 这边又多一个 叫User Phone 2 不过 不管 反正呢 我们 就是 主要你们待会练习的话 记得你只会有一个 除非你再做第二个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步 按右键 插入 制定表单 第二步的话 你可以看到 在你的右手边 这个是专案的总管 在右手边这边就是表单 也就是说你将来 你要决定这个表单大小 你可以自己调整 那调整的方法很简单 这工具箱 请各位不要把它关掉啦 因为关掉 到时候你会找不到工具箱 如果你要再打开上面有个工具箱 再把它点开来 那它的大小呢 你可以自己决定 比如这么大 那当然你如果要看效果 你就执行它 如果你要结束就按XX 它要恢复了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大 我们大概就这样子OK了 然后执行一下 大概这么大 好 那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完成这个表单 OK 那只是说你执行之后 你会发现 上面名称呢 它上面名称呢 叫User Phone 2 名称不OK 我如果希望把User Phone 2 改成我要的那个名称 比如说叫2乘式清单 这个叫2乘式清单 那怎么改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改这一个名称的话 请特别注意 一律要到下方这个属性里面改 那属性的话呢 实际上 就是等同是 你这个物件的相关设定 那其中的话 这个东西叫Caption 所以请你 因为按照英文字母排序 所以其中的话呢 有一个属性叫Caption 那Caption你预设值的话 就什么 User Phone 2 有没有发现这个名称 跟这个一模一样 那如果你要改的话 直接就是在Caption上面 把User Phone 2 这几个字 delete掉 你会发现delete掉 这边就不见了 然后呢 改成什么 2乘式 所以你就把这个2乘 2乘式清单 OK 我再把这几个字 打上去 OK 那你会发现 按Enter之后的话 名称就上来了 OK 所以第一步我们完成 表单的设计 那其中的话 就设定什么 设定Caption OK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增加两个下拉清单 那个下拉清单 叫Cumbo Box 那怎么样增加 OK 接下来的话 一样哦 如果你的那个工具箱 不见的话 记得哦 这边就有工具箱 你可以把它关掉 没关系 但是上面有个按钮 就是工具箱 所以你再把工具箱点开来 它就跳出来 那其中的话呢 它有点像是一个一个零件 那个零件名称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下拉清单 所以呢 你游标放在工具箱里面 从左边算过来 1234 第四个 下拉清单 那你只要点选它 它不是这样 它也可以用拖拉的啦 或者说你可以怎么 一般习惯是点了之后 再拉 就是拖拉这样 OK 这样也可以啦 或者你直接按住不要放 拖拉过来也可以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增加一个 好 那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的话 它预示的名称 一律叫做combo box 1 那名称的话 我们就不改 所以这个叫combo box 1 那我要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哦 当然第二个你可以用拖拉 这样拉过来也可以啊 放开 好 那这边的话呢 直接把它拉大 OK 这样的话 这样就OK了 那大小的话 跟上面尽量一样 OK 好 那这个的话理论上 它的名称预设 如果没改的话 这个应该叫combo box 2 这个叫combo box 1 combo box 2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希望说呢 当它执行的时候 当它执行 所以你现在执行它的话 你会发现 有了耶 下拉 可是问题是里面什么都没有耶 所以呢 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先把资料放到这边来 再放第一个 那再放这一个 那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当然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步 按右键 插入自定表单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表单里面 把它caption 改成两个程式清单 然后呢 在工具箱里面 放两个 一个叫combo 下拉清单 一个叫combo box 1 一个叫combo box 2 好 那理论上的话 我们的画面 基本上做好了 我们就做简单一点好了 第一个表单 不要做太复杂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当我的表单怎么样 埋行的时候 那我就自动把什么 把这个清单的部分 把它放进来 可是清单要怎么把它放进来 特别注意哦 另外还有个概念就是 那个表单 它的这个设计方式 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说 它有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事件驱动 那什么叫事件驱动 就是 当发生什么事 是一个因 就会产生一个果 果就是执行什么样的程式 所以一个因果关系 那也就是说呢 当什么时候 我要把这个 什么 清单里面 把这边放清单 放到这里面来 OK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 如果你要放 资料到 这个下拉清单 combo bar 1 那我们理论上 第一个 就是当我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所以当表单被启动 这个是因 那果的话 就是把 四个名称 四个名称 放到这个 combo bar 1 所以呢 写的方法 第一个 请你在哪里呢 在表单上点两下 表单 不是这个 表单就是这个 这个 点点点这个 这个区域 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 你会发现 它会跳出 一个物件 因为我在表单上面 所以后面有个事件名称 叫click 可是问题来了 我 下拉清单 应该什么时间 放到 combo box 1 里面呢 那它这边 右边是 当发生 click 的时候吗 不是耶 应该是什么 当这个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所以启动的话 请你把click 改成 这上面有个叫 activate OK 那 activate的话就是 被活动 顾名思义 也就是说 当 这个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所以请各位 在表单上 点两下 我看一下 这个程式 我把它写在 Elevate 第一步的话呢 我是直接 点这个 表单点两下 然后它是click 把click 改成当 user form被启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边就两段程式 这段其实不要的话 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我们 没有需要 去处理click 的这个事件 而是要处理 当表单被启动 启动 就activate 那我要做什么呢 帮我把清单放进去 哪个清单呢 所以呢 怎么放清单 我刚刚讲过 我们这个 叫做combo boxe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个combo boxe 记起来 然后呢 当 它启动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个清单 清单名称叫combo boxe 里面 增加 增加的话 就增加项目嘛 所以你点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里面有一个绿色 这个叫方法 add item add item 就是增加一个项目 那增加什么项目呢 增加中月份 所以你可以什么 把这个中月份的名称 直接放到add item后面 所以呢 后面的话呢 再增加一个什么 双以后 然后把这个名称放进去 ok 也就是说呢 当 我 启动的时候 就放中月份 那你现在执行看看 上面有个执行 你会发现 下拉清单 里面就有个中月份 有一个了耶 可是问题不对啊 那我还有音月份 还有中星期 音星期 那怎么做 其实道理是一样 把它关掉 然后再切到哪里 切到 先解决点两下 那一样的道理 那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再add item一次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行复制 然后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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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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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牌 这个缩牌 因为这个 缩太过去了 然后呢 分别改什么 这个叫音月份 然后这个 中星期 然后这个 中星期 那这边就音星期 也就是说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也就可以 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启动一下 这个下拉清单 就有了 所以你可以 那这一段程式 如果你怕打 会出错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有了 ok 不过你会发现说 老师为什么你 这边 activator 你写的是 指的是 A1 储存格 B1 C1 那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呢 这种写法是直接指向哪里 指向储存格的位置 ok 甚至另外有一个 你可以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 这个名称 除了用Sales之外 你可以用Range Range Range的写法的话 你可以这样 Range 指哪一个呢 指A A1 A1 所以你就是A 打个A1 ok这样也可以 然后 他一样就是 这个名称 把这个名称 放到这个清单里面 底下一样 如果你不这样写的话 你可以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 这边就是 如果不用那个 Sales的话 你可以用Range 这边的话 你刚刚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边 拿来这样改 就是 把它改成 B C D N 都可以 用Range 用Sales 其实都可以 ok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项目 把它直接 我是把 两个方法 我都 把它放到这边 好了 用Range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ok 好 好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特别注意 执行的时候 这下拉清单 好像有点太小了 它预设好像9号字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把这个下拉清单的字 放大的话 该怎么做 特别之后 点这个下拉清单之后 如果要做相关的设定 一样到属性 属性里面的话 请各位找到 有个字型设定 字型的话 就Font 特别之后 这个设定 不太好设定 因为它有一个机关 它的机关 在这个三点点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设定 字的大小的话 请你点这三点点 然后它跳出来 9号字 改成14号字 那底下这个下拉清单 也顺便改一下 Font 信息媒体 这边三点点 改一下 好 那这样执行一下 执行的话 就是邮标放在表单上 执行 看一下 没错 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就完成第一个事件 当表单启动的时候 我就放了四个项目 在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但是呢 下面这个地方还没动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上面动了 下面可不可以跟着 把资料 一样放进来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